据说高速行驶的汽车产生的摩擦力 能将牛排直接煮熟 众所周知摩擦生热 那这种温度能否将牛排煮熟呢 为了进行实验 亚当找来三辆车 然后准备三种不同的器械和一些稀释早餐的食材 第一种是引擎固定器 它有很多根相同的管子 能够稳稳地固定在引擎上 然后将肉和鸡蛋放在固定好的铁盘子上 原理就是用引擎的温度将肉类和蛋类烤熟 第二种是轮胎固定器 它会在轮胎上方固定一个铁盘子 通过轮胎的旋转摩擦生热 慢慢地将肉类和蛋类煮熟 而最后一种便是铁盘子拖拽器 那就是通过铁杆子把铁盘固定在车辆的后盘上 然后再让汽车启动 这样的话贴盘子就会紧密地接触大马路上不断地摩擦生热 煮熟肉类和蛋类 在安装好器材之后 亚当坐上驾驶座 慢慢地启动引擎 随着引擎的启动 铁盘也在不断地震动 这样看来似乎铁盘上的肉和鸡蛋应该很快就会数 不过令人沮丧的是 20分钟过后 引擎上的食材没有一点变化 看来引擎当中的散热器运行得很正常 就算会有一些热量会从引擎当中散出 但也作用不大 接下来轮到第二种和第三种机器了 分别将机器固定在轮胎和汽车后盘上 在铁盘上放入相同的鸡蛋和肉类 然后启动车辆驾驶着汽车行驶相同的路段 可以看到两种机器正常的运行当中 试验结束之后 亚当上前查看结果 可以看到 轮胎上方的烤肉颜色似乎已经发生了改变 而且还有些烫手 看来摩擦力起作用了 不过鸡蛋好像没有受到太大的热量 有一些三分熟的特点 而在马路上摩擦铁盘子情况如何呢 亚当打开了盖子 可以看到 牛排显示出来的颜色好像还是有些血火 难道机器出现问题了 铁盘子没有紧紧地摩擦大马路牙子 不过下一秒亚当将牛排翻了一面 只见已经烤熟的牛肉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 再看另一边的鸡蛋 比轮胎上方的鸡蛋更加熟一点 如果我们能够在摩擦的过程中将牛排翻面 这样一看 就会得到美味的早餐 那么为什么轮胎上的食材没有太熟呢 其实是因为 轮胎比大马路过于平滑 更加专业一点来说 就是摩擦升热的时候 接触面积的粗糙程度太小 而马路就能够很好地满足烤熟肉类的热量需求 所以如果你需要一顿美味的早餐 可以试试将食材在大马路牙子上摩擦 我是蛋丁 我们下期见